欢迎来到TGN Star News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王一博黑粉们,是可而止吧 白玉兰公布入围名单后,撕起来了 最大的争议点是 年轻时的白宝山,后来狼牙榜的梁帝 大热的人世间他是父亲周志刚 此次凭借南来北往入围 演技有目共睹 不用多介绍了吧 漫长的季节全员演技爆发 范伟更是在韩国拿下了 第一十八届首尔国际电视剧 大赏最佳男演员奖 演技绝不能说是封神的程度 但以繁花的大爆 再加上角色贴合演员 胡歌拿下一个入围名额也说的过去 在《问苍芒》里饰演毛泽东 该剧豆瓣9.0 像这样高口碑的主旋律剧 主角入围没人能插嘴 叛逆者人世间热播后 成为一部分网友口中的书圈天菜追风者 理他稳定发挥 在SIR看来 这是一张重规重矩的入围名单 没有太多意外 没想到微博上很快炸锅 毛病可太大了 怎么能没有王一博 感叹号 王一博也引了追风者 而且他戏份还多一点 海报上的脸也比王阳大意丢丢 凭什么入围的是王阳而不是王一博 于是一场好戏开始了 他们冲了王阳微博 说他擅自僭越 甚至不惜发起恶毒的诅咒 冲了导演和追风者官微 指责他们分不清大小王 建立妄议 孤立霸凌 编剧赵东霖发声平息争议 相当高情商的肯定了王一博的演技 劝粉丝不要把矛头指向王阳 结果自己也惹火上身 白玉兰奖也一并被冲 质疑其事论资排辈 圈子选举从来都知选户圈老人 没有30岁以下的非科班青年演员 本来热度平平的白玉兰 一时间掀起了腥风血雨 究竟是何人所为 SIR想了半天 只有一种合理的解释 那就是 王一博遭遇了大规模的黑粉 原本王一博演了追风者 豆瓣7.8 口碑还不错 但这时候黑粉 黑粉看不下去了 他们便冲了同剧主演 导演 还有白玉兰奖 相当于让王一博把圈内得罪了个遍 就是为了败光他的人缘 最后剧方不得不出面回应 一直给王一博和王阳宣传的都是领衔主演 并且为每个主角都报了名 要知道 在当今形势下 奖项 对年轻演员来说未必是荣耀的冠冕 也可能是胆战心惊的手捧雷 想想看 在丁永代 范围等戏鼓中 万一 Sir说的是万一 王一博不光入围 还拿了奖 那后果该有多酸爽 前车之鉴 莉莉在目 2018年金英奖颁奖奖典礼 迪丽热巴凭借豆瓣3.1的 《我的漂亮朋友》获得最受欢迎女演员奖 莉丫丁柳元 刘涛 孙丽 杨子 圆权 樱桃 看青子 在现场一片惊讶和羡慕中 热巴做不可思议状 起身领奖 随后 水漫金英的舆论甚嚣沉上 热巴更是一度被封为水后 说实话 本来凭着盛世美颜 和综艺上大大咧咧的性格 热巴的路人员就已经够用了 金英奖的荣誉 没给他事业带来加持 倒是在口碑上摔了一大跤 所以说今天的鲜肉和小花们 也该对奖项驱昧了吧 按照追风者巨方的说法报了名 落选 这本来是很正常一件事 王一博自始至终都没有声张 说不定还暗自感到庆幸 这时候 一帮黑粉偏偏要跳出来 就好比上课老师布置问题 本来目光都已经扫过去了 你已经松了一口气 可这时候同桌却非要嚷嚷 老师老师 这题王一博会 你怎么不点王一博 这些黑粉们不依不挠的要Q王一博 安的是什么心 不就是他们认准了 王一博被Q后会表现的手足无措 王一博答观众 你觉得塑造叶先生最难的是什么 他们说什么王一博是第一男主 王阳不能入围 可明明难来北往白净停排在第一位 入围最佳男主觉得却是二番的丁永代 所以 所谓的一番二番完全都是借口 他们只是为了捧杀 把王一博架在火上烤罢了 因为他们太清楚 只要让王一博入围白玉兰 就会激起大众的情绪反弹 来回顾一下 王一博在追风者之前的表现 罪案剧冰与火 王一博演智商过人的缉毒警察 从勘察现场到揪出内奸 样样精通 但王一博的整体演绎 只像一个听进读讲座的学生 要是捂住台词 观众无法识别出 他是在发呆 还是在认真发呆 比如 这是他自告奋勇 要申请两岸并真 却被领导喷得狗血淋头的样子 热血青年被可疑领导镇压 挺生气的 结果 他这样 姑且当这事深藏不露 面对最亲密的人 可以露一点了吧 剧情是 但是 三年前 男主因为自己的一个失误 让嫌疑人跑了 又把队长整残疾了 这嫌疑人还是他的发小 法语情的矛盾 做错事的自责 想破案的急切 情绪 相当复杂 以至于导演不得不把镜头向上切 因为导演相信 他的头发比他的面容更能传递角色情绪 当然当然 我们不能用过去的王一博 定义今天的王一博 首先要承认 王一博在追风者里 是有努力贴近角色 理解人物的 开篇第一场戏 他演的魏若来 为上海势力最大的横美商行打工 他按照老板要求 查出了账单的猫腻 正心急火燎药汇报 一介穷酸书生 能为老板办成事 自然是开心的 小跑着去见老板 兴奋 笨拙的青涩感 王一博有演出来 但只要涉及到一种以上的情绪 王一博就可能出现 CPU无法兼容的情况 比如 魏若来世文若书生 看到叛徒被大佬打 什么心情 既于心不忍 又怕表露过多 于是得罪大佬 被斧头架着脖子 王一博怎么演呢 瞪大双眼 往后亮呛 大口喘气 眼神是只可粉丝 亦会不可言传 还有一场戏 魏若来去央行考试 坐在黄包车上 他对上海的繁华 自己的未来 充满憧憬和紧张 王一博怎么演 还是标准动作来一套 东张西望 嘴巴微张 执行了所有该有的的动作 唯独眼神 仍然不变 如果说成熟的演技是收放自如 那王一博的问题就在于 该收的时候他乱放 该放的时候 他又瞎收 别说单独解眼神图示断章取义 精彩的人物塑造 就是哪怕拿到同一种类型的戏 都能根据人物心境和情节推进 演出出看疑惑 再看河里的风情万种 就说和王一博在无名中有 大量对手戏的梁朝伟 他饰演的叶问和龚保森对打 此时 叶问的心态是意气风发的 眼神 自然自信闪亮 嘴角上扬 还能再见些调侃对方 尽显幽默 又不失风度 后半段 叶问流落香港 受尽屈辱 在演打戏 梁朝伟的眼神突然变狠 原来 打斗前一幕 叶问为了几个铜板 答应了别人低价交权 他的狠 并非要置对手于死地 这是儒雅清高的学武之人 面对战乱 贫穷 受辱 最无力 最体面的发泄 到了电影无名 不少演员都贡献出了自己的高光时刻 江书影 江一个花瓶演得充满故事感 我见尤莲 黄磊 在不少网友已经把他当作综艺游子的时候 依然用一个突破形象的汉奸角色 证明了自己是会演戏的 王一博呢 同样也获得了大量的好评 在一个投票中 多数人为他的表演打出了10分 而这是在什么时候呢 是在无名上映前 发布了30秒预告 王一博台词不到20个字 特写零个 近景两个 剩下都是全景 远景 如今 无名之后 王一博继续在民国谍战这个类型里深耕 他的路还很长 对于没有入围白玉兰奖 他并不意外 观众也不意外 但偏偏 今天的舆论场 就是只有杀和捧杀 王一博的黑粉们 担心他在民国谍战剧里继续进步 磨练出真正的演技 不惜拱火白玉兰 甚至声称要把追风者举报下架 声声要截断王一博的发展之路 的不得讲是小 毕竟奖项部只有白玉兰 没入围的演员也多了去 不妨碍有实力的演员继续被资本和观众认可 但没入围 就要让一部剧下架 对戏演员 导演 编剧 都是罪魁祸首 这样的事情还是闻所未闻 王一博的演技今天还没有得到肯定 但他还有机会 别把继续努力的机会夺走 适可而止吧 王一博的黑粉们 感谢您观看视频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以支持我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by bwd6